大家好!欢迎来到MK2新闻频道!不要忘记订阅该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王鹤帝在其古装大男主、刘学义、赵英子加盟携手宣录领衔出演。 说起近几年的新晋人气小生,凭借江夜二玉龙被观众熟知, 在《苍蓝绝》,她不仅拥有出色的颜值浮屠园中大放异彩的王鹤帝无疑是榜上有名的一位。 自身的演技也颇受认可。 王鹤帝凭借一档真人秀节目出道2017年,随后踏足影视圈, 相继出演《流星花园》、江夜二《我们的西南联大》、玉龙等作品。 因为江夜二与玉龙的先后热播,作为新一代小生的王鹤帝积累了不少的人气, 虽然达不到当红演员的地步,但是也足以支撑起后续的演艺生涯了。 也正是因为如此,与陈玉琦合作的浮屠园。 在随后的两年她才会获得愈发丰富的影视剧资源, 比如与于书欣合作的《苍蓝爵》,伴随着这两部大剧的接连上线, 王鹤帝这个名字几乎可以说是席卷全网。 王鹤帝的人气已经是直指二线男星了, 自这两部大剧之后,之后的演艺生涯必然也是顺风顺水。 而且,在前几日便爆出了一部新剧的启动,他就是男主。 网络上有一部名为七皇令的古装剧宣发了启动, 据悉,而王鹤帝便是该剧选定的男主人选。 该剧还爆出了一位人气女主的加盟, 除此之外,她就是凭借宇军歌被观众熟知的宣禄。 宣禄也是近几年新出现的一位人气演员, 虽然不是女主,自出道之后相继参演了《陈情令》, 但是表现却十分出彩。 宇军歌且是天下与凤行等不少知名大剧。 也正是因为如此,观众们才一直期待着她可以出演一部自己的作品, 此次,没想到如今竟然真的等到了消息。 无论是关注还是人气都将拉满。 她与王鹤帝携手领衔这部《七皇令》。 但是凭借她出色的演技,虽然这是宣禄首部女主剧, 必然会完美胜任,大家之需拭目以待即可。 毕竟这几年她对于剧作的把控和角色的权势是有目共睹的。 该剧除了选定王鹤帝、宣禄两位人气主演之外, 还邀请到了刘学义、赵英子的加盟。 这样优秀的演员,刘学义与宣禄极为相似, 甚至连出演角色都很是相同, 都是出演二号角色较多,属实难得。 都是那种让人越看越喜欢的演员, 但几乎次次力压一号。 目前,剩下的便是静后一个准确的启动时间了。 有关该剧的启动已经宣发, 作为主演的一众人选也相继得到了爆料。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这些时事通讯有帮助,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